有沒有啦 憲哥詐騙啦 開始無法詐騙 知道之後的記憶 給我詐 你差來了啦 你跟他們講 我一定有專線你好 這一支是新的電話 然後要求你加LINE 小姐這是詐騙的手法 剛開始的04年的話就是那種假中獎 可能會寄發一些傳單 甚至發簡訊告訴你中獎 然後要求你匯一些手續費 然後再進而假檢警的詐騙手法 再過來這種解除分歧 再來到最近期的假投資的 現在詐騙手法最多的模式 還是以解除分歧 這上百萬的金額都有 早中晚我們的專線雖然說有50個人 每個時段其實都還不到10到15位 我一天最高大概近200多通 那我們這個同仁的話 平均最多都是超過120-130通左右 像我們一天的電話量最多 大概會2000到3000通 這是在去年釣魚檢訊 衛福部那個時候那是最高峰 平常每天大概都會到1000 1200到1500當中 那其實這個也是很多啦 我們早上最多的手法 通常都是那種假冒公務機關 這種假檢警的騙年長者的 還有這種猜猜我是誰的 在這個時段是最多的 我們會把整個人力會放在晚上 你怎麼錢沒有了 你在賺錢給誰 這時候是整個案件最高峰的時候 因為通常是銀行下班了 所以歹徒這時候用解除分歧 付款的詐騙話術打給民眾的時候 都會叫民眾去做AT的轉帳 他也知道說我是在這間 那是詐騙的 那這時候民眾被騙的時候 都會在這個高峰期晚上 來進行我們165 最難溝通的那個 應該說是假中獎 他只是一個地方媽媽 也談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因為這一個多小時 他母親一直不願意 相信他自己是會被騙 但是一直不斷的會了30幾筆 已經超過1000多萬 到了一個多小時後 終於崩潰 歹徒因為他已經沒有錢 甚至會教他怎麼去弄錢 譬如說貸款 民間借貸甚至把房子貸掉 都有可能 那叫你匯款會到這裡嗎 對 大概這兩年都還是以假投資的 詐騙是最多的 在兩年前我們發現那個投資是 他是用話術說 這個是零風險的 然後保證獲利的話術 現在民眾為什麼會越來越相信 就是因為歹徒 在民眾匯款過程當中 真的給他的獲利 而且那個獲利是越來越多 早期的假投資 他的獲利大概只有兩三千塊 幾千塊的一個填頭 可是現在 我們曾經有從一些案件發現 那個獲利是有100萬以上的 他有可能是透過其他被害人的錢 再轉到這個當事人的身上 所以其實這個獲利不是真的獲利 而是其他被害款項 那民眾他當然享受這個獲利之後 他會覺得哇那我要再投注 就是把錢越匯越多 有算過 民眾接到這種假投資的詐騙訊息 到他被他知道被騙的這段期間 其實大概要將近兩個月 會打來我們這裡通常大部分都已經被騙了 所以我們的角色叫做主詐 主決詐騙 源頭如果能夠管理的好 那當然就不會有詐騙的訊息一直來 把它控管好 我覺得詐騙的問題就會有很明顯的下降 我就舉一個例子來講 在去年我們不是有所謂的那個 那個衛福部的那種釣魚簡訊 我們那時候怎麼樣去教導民眾 廣為宣導說把那個iMessage關掉 結果真的我們那一關 那一個月整個詐騙案件就下降 甚至到零 就同一可證 如果源頭能夠把它關掉或鎖緊 那我覺得民眾能接到的詐騙訊息 一定會越來越死 電話一直進來都是希望我們主角 他的款項不要被流出去 但是就我講的 這只是叫止血的概念 你沒有把前面的危險 這種風險一直給去除掉 那其實說真的 我們今天在擴充更多的人 甚至到100個人也是會不夠用